我叫桃花 好 桃桃花就上学了啊 没睡醒啊 没有 说昨晚睡太晚了 昨晚我才刚10点我就睡了 行吧 今天下雨了 说完女儿上学 现在回去下雨了 是吧 要看一个 看我帮我挑一个 一块五斤15块钱 放了两个玉米 衣服先放在洗着 把玉米吃了 早餐 好硬 昨天那两个很软 今天很硬 昨天拿的是五块钱三个 这一块钱一个 看怎么这么硬 今天感冒还没好 喉咙通 咳嗽得很 平时我本来一天多晚都在家里面嘛 又没出门 又没啥事 又没上班 其实一天是蛮无聊的 真的蛮无聊的 每天早晨起来送小孩 送完小孩回来吃早饭 做家务 做完了就没上司了 等着下午给小孩做饭 等着小孩放学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我去年还不这样的 我去年是在上班的 在我们镇上快递站上班 每天早晨我送完小孩来 就直接去上班了 从八点上到晚上八点多钟 晚上呢有一个多小时回来 给小孩子煮饭 因为晚上要回来吃晚饭嘛 去年就是忙忙碌碌 每天好像很忙的 但是工资呢也不高 只有两千块 一定是个偏远小镇 工资高不到哪里去 他时候说实在 我上班还是 上的蛮开心的 蛮舒服的 觉得很不错 有个班上 今年呢就没上了 孩子的爸老天不让我上班了 让我在家安心把小孩带好 因为去年嘛 我去上班了 八点多钟才下班 然后呢 然后呢 橘子上完之席去了 一一呢就放学之后呢 就一个人待在家里 他就很害怕了 每天都说害怕 感觉呢性格呢也变得有点不太对 然后他爸就在我在家里带好小孩 而且今年我大得上出山了 你有清新气的小孩了 都不敢说他 感觉有点怕他了 清新气的小孩都不敢罩着他 就想着算了 不上班了 让我在家里好好把这个小孩带好 大了今年出山好好的让他好好学习 把争取考上一个比较理想一点的高中 而且他这两天就要考了 所以呢还是安心的带他们 我远家外省家这里 娘家离这远 然后婆家这边呢 婆婆在村里面 然后镇上我又没有朋友 然后我又不爱出去打牌 不爱玩牌 其实我也不爱焦虑 不爱出门 所以呢 他家里面就蓝脸就无聊了 回村里面 村里面人也不认识我 就前几天不是老周晒吗 我就给村里面加油 结果村里面人说 你又不是我们村的 你在这里 我说我哪里不是我们村的 我就是 他说我从来没见过你 他说我一直在镇上吧 可能你们不认识我 他说真的不认识你 真的不认识 好多人都没见过我 我跟他说是随家随家的 是我们的老田的名字 他们很多人也不认识 因为我们老田 他真的也是一直在外面嘛 回来他跟我爷爷的差不多 也不爱出门 不是那种到处去逛的那种人 所以呢 导致很多村里的人都不认识我 在这里呢 我们朋友也很少 基本上没有朋友了 所以我都是基本上一个在家里面有无聊